第1217集 每念一次夜晨的名字 他心中的痛苦便加重义愤 他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看着满面笑意的林爵龙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林爵龙的对手 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自己 是生是死了 他的脑海之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为夜晨复仇 林爵龙对着坑洞底部 似乎还有一丝气息的夜晨 几位张狂的嘲笑道 蠢货 说你蠢你还真的蠢 你以为我像你这个江城废物一样 被捅了心脏就会死 可笑太可笑了 这种伤对你们来说是致命的 对我而言 不过是被蚊子咬了而已 你这样子真像一条恶心的虫啊 我会吃不下的 林爵龙此时已经彻底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之中 他身形一动 来到了坑底 就要在夜晨死之前 将他的肉体以及神魂完全吞噬之时 夜晨的身躯突然一变 他的残躯也开始寸寸碎裂 林爵龙瞳孔一缩献出一丝怒意 自语道 死了 废物 谁允许你死的 不过即便是死 你的神魂也休想解脱 就在林爵龙准备吸纳夜晨的神魂 而尹明也要发动攻击之时 一个声音竟在这坑洞之中回荡开来 死 就凭你还杀不死我 尹明愣住了 行子堂愣住了 就连林爵龙都愣住了 夜晨没死 咔嚓一声轻响 林爵龙身后的土地刹那开裂 一道身影浮现 赫然正是夜晨 此时他面上依然神色淡然 整个人看起来更是完好无损 全身上下竟一点伤势都没有 不过他的脸色却极度苍白 显然神魂和内伤严重 林爵龙彻底怒了 为何 为何他总是杀不死这个夜晨呢 为何只要面对夜晨 事情就总是不能按他的预想一般发展呢 给我死啊 你快点给我去死 林爵龙咆哮一声 残破的手上滚滚黑气凝聚 再次轰向夜晨 尹明和那行子堂的心再次提起 他们知道夜晨无法抵挡这一招 可是下一刻林爵龙的手却被抓住了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甚至连呼吸声都已经消失 行子堂 尹明 包括林爵龙自己都呆滞地看着 抓住残破的那只手 夜晨的手 惊悚 深入骨髓的惊悚 林爵龙那足以击穿一切的一击 竟然就这么被夜晨轻而易举地挡住了 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 夜晨究竟是人还是神 估计能如此轻描淡写地挡住林爵龙一击的也只有真正的绝世妖孽 半步河道 哪怕河道和造化巅峰都不一定能抓住啊 但是夜晨就硬生生地做到了 还如此的轻松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简直超乎了想象力的极限 然而这一幕不知为何 却显得颇为诡异 似乎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不 不对 行子堂目光一闪 似乎发现了其中的异样 不是夜晨变强了 他凝视着林爵龙被夜晨紧紧握住的那只手 虽然林爵龙的手依然猙獰 看似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行子堂敏锐地感觉到 这手的力量大大减弱了 林爵龙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原本那狂怒的面孔瞬间扭曲了 他又一次感受到了 那天在舞蹈台上 被夜晨狠狠击败时的感觉 不 不要啊 林爵龙疯狂地挣扎着 想要将自己的手 从夜晨的掌握之中挣脱 你放手啊 给我放手 可是夜晨的手仿佛钢铁胶筑的一般 纹丝不动 那力量实在太强了 在现在的林爵龙看来 完全无法撼动 这哪里是一个刚刚重伤冰死的人 夜晨的实力根本没有减弱多少啊 而林爵龙则是实力暴跌 那依靠吞噬而来的修为与力量 都仿佛被埋藏在了一个未知的空间之中 林爵龙竟无法调动分毫 你对我做了什么 林爵龙惊怒交加 对着夜晨嘶吼道 做了什么 夜晨面上依然保持着那淡然的神色 看在林爵龙的眼中却像是无与伦比的机房 我只不过是把不属于你的力量 从你身体中分离了而已 什么 林爵龙面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现在他终于反应过来 原本自己从那些舞者身上吸取的力量 似乎被夜晨刚才刺入自己体内的那柄血剑 完全封印了 这怎么可能 拥有吞噬万物的力量 岂是那么容易封印的 可是夜晨就是做到了 夜晨淡然道 现在你认清楚 自己是什么样的货色了吗 林爵龙面色一白 失去了吞噬得来的力量 也许面对普通参加试炼的天才 他还可以将其碾压 但是 面对夜晨 那么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像一只蝼蚁一般 被生生的踩碎 林爵龙血眸之中 爆发出振振恐惧之色 那是从灵魂深处散发而出的恐惧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吸收的力量 岂是那么容易封印的 你可真会耍些小伎俩啊 这是幻术还是什么障眼法 待我将其破解取回力量 你便会后悔 对我所做过的一切 哦 夜晨神色不变 是吗 话音一落 他握住林爵龙的那只手 猛然发力 绝强的力量 透过林爵龙的手臂 渗入他的体内 咔嚓之声 仿佛爆竹一般 接连不断的响起 阵阵血雾 从林爵龙体内 飘散而出 那从四肢百骸之中 爆发的剧痛 几乎要摧毁了 林爵龙的神志 鲜血沿着他的蹊跷流出 看起来 凄惨无比 这哪里是什么幻术 这疼痛 简直真实的 不能再真实了 原本不可一世 横压整个秘境的 终极强者 神秘妖孽 竟然在夜晨手中 变成了这副模样 星子堂睁大了双眼 内心完全被震撼了 夜晨呢 本来在他看来 颇为鲜瘦的身影 一瞬间 在他的眼中 竟似无比魁梧和高大 宛若九天之上 降临的战神一般 这世间似乎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夜晨的胜利 现在 夜晨俯视着 跪倒在他身前的林爵龙 淡淡道 你还觉得 这一切是幻觉吗 林爵龙在地上 疯狂地翻滚着 就像一只 被打倒在地的野狗一般 毫无尊严地哭嚎尖叫着 痛 太痛了 但是最痛苦的 却不是他的身体 而是他的精神 林爵龙的精神 正在飞快地崩溃着 又一次被夜晨击败 又一次在夜晨面前 尊严尽尸 又一次在夜晨面前 失去一切 这样的打击 他根本无法承受 此时就算是一项 粗犷豪放的行子堂 看着夜晨那冰冷的眼神 也是自身心处涌起一股寒意 可怕 太可怕了 夜晨的双手 不仅肉体上会遭到极致的摧残 更恐怖的是 他们的倒心 会被夜晨以无敌的姿态 霸道碾压 彻底碾成虚无 与夜晨为敌 实在太可怕了 原本天不怕地不怕 极为骄傲 自视甚高的行子堂 此时脑海中也不由地 生出了一个 无比明晰的想法 绝不要与夜晨为敌 看着在地上不断挣扎的林爵龙 夜晨淡淡道 林爵龙 这就是你与我的差距 吸收他人力量 只不过是邪门歪道 心翘境又怎样 不论你的修为多强 力量多大 你永远都会败在我的手中 他看着那还在挣扎的林爵龙 眼神越发冰冷 你 不愧做我夜晨的对手 下一刻 夜晨抬起脚 脚上闪烁着刺目的金光 狠狠对着林爵龙的头颅 踩踏而去 那只脚哪里是脚 简直就是一座巍峨的大山 一座大山 向着林爵龙的头颅狠狠杂去 林爵龙眼眸彻底绝望了 他连忙用尽全力 祭出一块玉牌 玉牌上面写着 魂殿二字 快救我 快呀 我不能死 我把所有的秘密和你们交换 我把我的灵魂和肉身 都和你们交换 魂殿一定能成为领悟第一势力 快快呀 我答应了 我愿意签下契约 刹那间 玉佩碎裂 面前的空间突然被一股极强的力量充斥 生龙大笔的整个地面都抖动了起来 叶尘眉头一皱 这是什么力量 就在这时 轮回墓地的玉兽灵神突然怒吼道 小子快走 这是封门静的气息 封门呐 林爵龙的那枚玉配中 有着一道封门强者的神念契约 以及一滴精血 我用全部力量守护你 逍遥神军 九五神军 寂灭神军 还有三位金佛 你们剩下的能量随我一起挡住这道力量 快 否则这小子要死 这小子若死了 林五大陆也没有机会了 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 叶尘急速后退 他从未在玉兽灵神身上感受到这种慌乱之感 真的出大事了 一股极致的危机吞噬了他 封门静强者 这足足和自己差距有三四个大境界 对方一直就能毁掉自己 他已经没有时间考虑 林绝龙为什么会有这种契约了 他只能跑